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6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昨天是北京冬藏奥会的第一个比赛日 在高山滑雪滑将女子施葬组的比赛中 诞生了2022年北京冬藏奥会手军 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法尔卡索瓦 以1分19秒50的成绩夺得该项目冠军 中国运动员朱大庆最终以1分21秒75的成绩获得该项目银牌 这也是中国队在北京冬藏奥会上获得的第一枚奖牌 好样的 同样是在昨天冬季两项男子6公里坐姿比赛中 刘子旭获得金牌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冬藏奥会的首金 也是中国代表团历史上第二枚冬藏奥会金牌 刘孟涛摘得铜牌 单依林获该项目女子6公里坐姿银牌 祝贺中国代表团 北京时间3月5日凌晨 一甲联赛第28轮 国际米兰坐镇主场迎战萨勒尼塔纳 此前国民已经遭遇长时间进球荒 而排名垫底的萨勒尼塔纳 在本场比赛中也暴露了防守空档较大的弱点 让国民把握住了机会 比赛上半场 巴雷拉助攻老塔罗打进两球 下半场哲科先是助攻老塔罗完成帽子戏法 随后自己没开二赌 最终国民5比0大胜萨勒尼塔纳 凭借本场胜利 国民击58分登领积分榜榜首 北京时间3月5日 2022斯诺克 威尔士公开赛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中国独苗张安达在首局破百 大比分4比1拿到赛点的情况下 连丢四局 被伊朗选手侯赛因瓦菲5比4逆转 无缘四强 至此 中国选手在本届比赛中全军覆没 这边看热搜 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 雪茸茸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北京东藏澳会顺利拍幕 雪茸茸接力上岗 迎接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开幕式上 红通通的雪茸茸 踩着轮滑鞋溜来溜去 网友纷纷表示 雪茸茸正式上班了 这就是我雪茸茸的主场 希望又猛又威武的雪茸茸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好工作 不要摸鱼油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北京时间3月6日晚19点35 CBA常规赛北控将迎来 与首刚的同城得比 此前北控对阵福建 以112比79击败对手 取得了第三阶段的首场胜利 结束四连败 而北京首刚势头正热 球队技战术和攻防节奏更加均衡 目前19胜11复排名联赛第7 同城得比一触即发 马布里也喊话首刚 期待双方能够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体育将不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中文字幕ElVidzikum? 感谢观看